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为同学准备了非常丰富而且精彩的内容 我们今天邀请了除了洪国德林科技大学之外 还有中州科技大学高雄科技大学以及林林技术学院 我们今天主要要跟同学们介绍的主题 会知道是什么吗 要知道 建筑与设计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有非常多的地方 我们都需要建筑跟设计的这些内容 来协助大家 那我们今天有这几所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面 大家都有非常多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发展 我们详细的来跟同学们主意的做一个介绍 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Q&A的时间 同学们千万不要走开 留到最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们踊跃的来发问 好 同学你知道建筑与设计 因为你知道它里面会有哪些学系吗 其中一个是它其中包含了建筑 都市计划 室内的设计 景观 以及工业设计 商业设计 服装设计 美容等等 都是我们设计学群里面要学的内容 所以它暴露的东西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同学们 我们亲爱的朋友们 在这个学群里面 大家能够学到对物体 空间 环境 这些使用的美学的一些概念跟特性 那同学在学的时候 有一些图学的概念 色彩学 你很喜欢化妆吗 对 我对化妆 很感兴趣 其实同学 这个色彩学 设计的美感 都包含在我们设计的这个领域里面 当然 你住的房间 住的空间 景观的设计 它都在建筑设计的这个学群里面 我们希望同学在这个学群学习了之后 对我们使用的功能 和整体的美感 有一个丰富能够表达出来 那你知道毕业之后 生涯可以做什么样的发展吗 可以做设计师 工程师等等 各位同学 目前在台湾 我们有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 国立的科技大学 跟私立的科技大学 我们总共全国 台湾全国有59个学校 149个学系 999个名额 来让同学们来选择 在这么多的校系里面 我们包含了台湾的北部 中部 南部 以及东部 我们欢迎同学 在这么多的学校里面 就你所喜欢的 来做一个选择 那下面同学可以看到 我们报名的日期 以及你们要来台湾 升学的这些资讯 在这些上面的QR Code 有兴趣的同学 拿起你的手机 赶快去扫描一下 智商议会当初来的时候 你也看到这么多的资讯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欢迎同学 来 首先我们要在 这个学情 我们要先介绍大家 来认识我们 宏国德林科技大学 我们宏国德林科技大学 是在新北市储存区 那新北市靠近台北市 那在这样子一个学情里面 我们不仅就业实习 以及未来毕业之后的工作 都非常有保障 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介绍 我们第一个 宏国德林科技大学的 不动产学院的室内设计系 好 我们第一个是 我们的不动产学院 我们今天 我们的工程 我们的这个创设系的 这个系主任 林友毅系主任 等一下会帮同学们 来做一个介绍 是宏国德林科技大学工程学院的院长 和创意产品设计系的系主任 那这个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系 我们位在这个 这个台湾北部的这个土城区 它实际上面是一个产品设计 这样制造一个大本 所以我们这个系 因缘际会 这一个 在2012年 这个设立这个创意产品设计系 那这个创意产品设计系 它实际上面 这个是以工业结合 这个工艺 这个科技 这个融入这个创意 为这个发展的 这个主轴 那这个我们希望培育 这个 这个同学未来具备 创意力 设计力 和这个 实作力的这个产品设计人才 那我们为了要培育这三种 这个实力的一个 产品设计的人才 所以我们 构筑了非常多元丰富的这个专业教室 比如说我们有精工教室 超工教室 我们有这个数位雕刻教室 我们有这个分析室 我们有这个3D列印 链色雕刻 包装室 还有这个微型的加工室 那甚至于我们有一个展示间 还有这个电脑辅助设计教室 还有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两间的设计教室里面上课 那这个内容 这个非常多元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能够来到我们红果特定科技大学 创意产品设计系 那接下来 我们这一个欢迎 我们这个创意产品设计系 王胜卫同学 他是马来西亚籍 那这个他来这边 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请他来讲讲学习的状况 跟这个学习的心得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王胜卫同学 现在在红果德林科技大学的 创意产品设计系 就读 我们基本 大一基本上呢 都在学绘图上比较基本的技巧 我们有设计图学啊 设计数描 还有电脑绘图的 对于那些从美工班毕业的同学来说呢 这些基本技巧会相对比较轻松 但是就是我这种从 因为我本身是理工班啊 我这样从零开始学习来说也不会到太难 我们 我们除了除了这些比较基本技巧呢 我们还有设计概论啊 还有创意思考概论 这两门科会不要要求我们去动脑去思考啊 去发挥想象力的 比如说我们在以前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嘛 经历各种各样的时代 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每一个时代的建筑啊 还有各种设计啊 都会有不一样的元素 我们就是要可能从前的这些元素 再套过来到现在来使用 让它去设计成新的东西 然后除了这些呢 我们的大一上下两学期都有基本设计 就是让我们从产品的材质和形态上啊 去学习去进行始作 来认来对产品进行更加的认识啊 基本上大一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欢迎各位同学加入我们啊 好我们给黄振卫同学一个爱的鼓励 好谢谢各位 谢谢 好大家好 我是洪国德林科大学 普通产学院的副院长 以及室内设计系主任 接下来也有为各位来说明 我们学校母企业是洪国建设集团 那整个企业资源非常的丰厚 提供夜市教学校外实习以及未来职场就位机会 那这些企业来讲的话包括我们本身洪国建设 以及取多友好的建设公司 那普通产学院的生命周期的话 从土地开发一直到整个物业管理 所以我们普通产学院有设置的土木工程系 室内设计系 园艺系 活动产经营系 跟企业管理系等 首先介绍园艺 园艺系在讲话它有三个主轴 包括休闲农场经营 那个景观疗愈 以及零下经济等 那主要强调整个那个产学和医跟食物上的教学 那土木工程系的话 主要强调施工建造 电脑绘图 以及防灾监测等 它是整个创造出那个我们就业 那个跟那个就学的一条龙 那最后来介绍试验设计器 主要强调住宅与商业空间设计 试验装修工程管理 数位空间设计等 那我们非常强调整个专业技能 跟食物的实习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放 第一支那个试验设计影片 好 这个影片内容的话 主要是让各位了解说 我们这个在试验设计学习情况 从老师开始慢慢学习的教导 到最后 那个同学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 可以讲给同学 这是整个设计的课程程序计例 然后包括 那个整个从同学开始基本上学起 然后从手绘图接下来电脑绘图 以及那个许多那个2D 3D到渲染 甚至我们就虚拟实际的课程 那整个课程设计非常精彩 是啊装修等等 都是在我们实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这是我们实物品生 合作单位非常多 包括台北101的设计师 第一组园建筑事务所等等 都是我们校外设计的装备 这是我们学生的动画的设计 那里面强调非常逼合 这个空间美学来做表现 以及我们毕业设计的成果内容 包括一些这个呈现的方式 然后我们最后都是要以那个把 把那个整个空间的美感做一个表现 这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在毕业设计里面都会呈现这样一个的一个影片 当然因为我们是宏国建设关系 所以校外实习 在市场产品的一个 的一个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空间设备非常的充实 所以我再介绍我们的教室 我们的理事物图 还有我们的一些设备 雷切啊 还有一些那个 发展中心 这是雷切情况 让学生在母亲制造中 做一些颜色切割机 3D练义 等这种自动化的一个 一个 模型的制作方式 让能够学创业可以充分的表现 当然也有 GNC雕切割机等模式 那这些这些表现方法当然是电脑非常重要 如果3D的表现表现 这些过月特别非常 让学来学习的部分 包括这些 所谓这个 这个的特别 尤其木工教室学员非常喜欢 透过一些木工教室 实作里面 他可以学习到一些 技巧的部分 那特效是很厉害的地方 在全国比赛里面 拿到全国第一名 第二名 还有第三名 非常厉害 在比赛中 同学也透过这种学习中 他可以进行更加正义 那由于他这些比赛作品 一样可以未来升学跟就业的途律 那这是我们就业情况 学在 会跟3D设计系相关之上 就业 欢迎来加入 3D设计系 这是第一个影片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在试验设计里面 蛮重要一款就是 3D的动画设计 跟虚拟实境 我们结合了VR 以及影片 传统的试验设计师 我们可以先放第一个影片起来 我们边放影片边介绍 对 请放第二个影片 谢谢 好 这影片中的讲话就是 传统的试验设计师 他可能透过图面 点多是到动画 来跟业主做沟通 那我们已经把虚拟实境 融到我们试验设计里面去了 所以现在同学看到的 这东西就是 在以头戴的VR的一个设备 然后可以实际体验到 同学的设计内容 未来设计师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 让业主可以直接亲临直径 比较避免上一些设计上的纠纷 这是我们的一个CSC情况 好 谢谢同学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也谢谢红国德林科技大学的介绍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州科技大学 我们中州科技大学定位为实用型的 优质科技大学 他们以年轻快乐学习 希望追求卓越为目的 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 培育事务的专用人才 同时他们密切地结合地区的产业 发挥了技职的特性 强化社区服务 成为终身学习的一个场所 目前学校有健康工学 跟观光与管理三个学院 那以下我们要介绍我们 陈秋全主任以及周佩恒老师 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中州科技大学 大家好 我是中州科技大学景观系的系主任 陈秋全博士 简单介绍中州科技大学景观系 那么中州科技大学造源景观系 主要是着重在于技术本位 实作 实物能力的养成培训 主要的学习面向有三大面向 第一就是我们的规划设计 第二就是我们的营造施工 第三就是我们的维护管理 这三大面向 但是当然也涵盖了现在 休闲油气产业里面的休闲农场 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 专业园区等等这些 都是在我们的学习的这个范围 那一般我们会分为 一年级为基础科学的这个学习 二年级对专业科目的这个三大类项 作为了解 然后到了三年级大概就可以 依据你基本学科的一个学习能力 然后去做分流 所以后面的三年级四年级就可以 依照我们前面跟各位简单说明的 规划设计 营造时空 维护管理 休闲油气 这四大面向来选定 后面两年加强这个专业的这个 职能跟知识的学习 并配合实作跟实习的这个演练 中洲科技大学位于台湾的中部 交通非常的便捷便利 在台东有个国际机场 然后下了飞机之后 大概一小时以内就可以抵达中洲科技大学 那么中洲科技大学位于 所以彰化县的田尾厢附近 是台湾最大的花卉集散中心 所有的木本花卉 草本花卉 以及庭岩造景 还有专业技术 业界的这个精英都集合在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中洲科技大学 为什么会把这个景观造点维护器 定位在实作能力的一个主軸 就是我们可以跟在地的业者 做充分的配合 从实物跟实际的操作的这个技术的教学 相互结合 让业界的这些老板实物 来配合老师的课堂上课 让你学旅跟实物兼具 周周科技大学景观造点维护器 我们有很完善的这个教学设备 可以跟实作探索 接下来简单跟各位 中岛号的学生好朋友介绍 我们有测量仪器的专业教室 然后我们要做规划设计 会需要有电脑CAT的制图绘图 CAT的这个学习 所以我们有专业的 电脑软体设计应用的这个专业教室 那么我们也有准备了 很丰富的景观资产的一个展示中心 还有植栽维护的一些工具 主要的这个教学教室的一个分布的区块 那基本上有景观设计的专业的绘图教室 除了刚刚讲的电脑绘图的专业教室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环境上不许可需要有手绘的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有专业教室教导学生来做手绘的这个练习 跟构组的一些思考的一个基本能力的培养 那么在旁边还有一个木族裔工艺教室的 专业教室的一个实作的场域 我们会将木材跟竹材充分的结合 然后去创作我们日常生活跟周边环境可以应用的 这个设施区据原力治疗的相关的一个实作 操作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实验室 未来我们也会强化这个水跟电的这个基本教学 专业能力的训练 室内配线啊 庭圆灯室的这个应用啊 还有这个庭圆的这个供水系统的改善啊 各位来到庄州科技大学啊 景观赵远以维护器学习以外 如果你对于其他相关领域有兴趣的 也可以到我们其他系所去做一些选修 以上跟简单跟各位说明 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中州科技大学景观系 景观设计课的老师 我叫做周佩恒 在上设计课的时候呢 我们设计的方式 先从介绍景观设计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开始 教同学利用这些原则 把一些设计的想法 平面化就是利用图面的方法表现出来 我们使得又再利用模型的方式 把这些落地的想法 转换成3D的空间呈现出来 中州科技大师的学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州景观系大师的学生 我是郑怡立 那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 《无念中州景观系》这四年所学的东西 那包含我当初为什么会进来这所学校 我当初想要学习一些 跟景观有关的施工规划设计 然后在我们学校也会学习 植物的管理管设计 还有一些绘图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课程 那我们平常也会学习一些 跟景观相关的课程 比如说像规划设计 然后还有施工 还有维护管理 那我们系上还会开发一些不同的课程 比如说像是主工艺 还是什么随点的课程 那这些课程都可以结合到 以后我们要施作的成员 然后经过这些课程 我们可以学习到更多 关于景观上的技能 利用你学习过的这些课程 营造出一个你想要的氛围 帮业主设计到一个他满意的地域 在学校这四年 我还有参加过国际栏长的副长 经过自己设计 会更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也可以把国际栏长当作是一个业主设计 当你做完这一份设计案 你会觉得很有诚感 这四年就读的经验当中 平常还会去一些园艺店 或者是画电啊 或者坐坐走走走 然后看看经过平常的这些学习 可以让自己的想法 有更不同的收获 再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三暑假有去校外实习 在我们系上 我们可以自己选实习的单位 然后有的人会去选择维护管理 然后有的人他会选择做事工 那我是做维护管理这一块的 还有一个部分是 在我们学校还有不同的社团 这些活动我们都可以去跟不同的人群接触 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跟自己相同行业的人 多多建立你的能脉 增加自己的见闻 还有一个部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们去年做的篮展 像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学习的主动衣 再来就是颜色的部分 我们也会学习到一点色彩上的搭配 我们还会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利用柱子 然后去做一个阻力 做一个阻挡效率 然后也可以达到美观 好的 如果我们做练习的朋友 做成功都有席 我完全没有做成功的 舊的流露 然后一起创立一个工作室 那其实进入职场 一定会面临到非常多的状况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那时候进入到职场 你会遇到材料的这个认识 比如说花财 食材或资材 甚至你的软体应用 如何将这个2D或者是3D 应用在这个工作上 很大的是那时候在中州 因为有食物经验的一个加入 让我整合我学习到的这些能力 是非常感谢我能够在这边 学到那么多东西 那时候在中州景观系 它是非常有系统性 非常完整的学程的排程 所以让我们那时候 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 职场上是可以非常快的进入状况 因为在学校的学习缩短了 我们进入职场摸索的时间 在学校有系统的排程 那其实你的吸收能力是非常强的 因为你进去之后 你都有摸索过 所以在公司的一些任务 或者是工作的安排之下 也都比较能够得心应 那我觉得选择中州 非常棒的地方是 因为学校有专业的检订的交所 那因为学校非常享受食物的操作 所以采购的一些机械设备 其实都是比较业界的一个需求 所以在有一些食物的操作上面 学生们可以实际的去应用 了解说在我们进入工作上面 如何将学校所学的这些东西 很有帮助的 那我想很多人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景观系一定要来中州就土 因为中州的景观系 相较于其他景观系 其实是非常讲究 实际操作的这块上面 那如果大家有来中州会发现 其实中州的校园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庭院 那这个庭院就是平常我们在食物上面 你可以透过比如说保养管理 或者是实在的识别上面 你都能够更比起其他学校 更有这个资源 有这个环境 然后去操作 那我想这个是跟其他学校相较下 很大的一个差别 我们中州景观系的学生 是有非常多的资源 可以去寻找跟协和 将它应用在你未来的职场上 所以欢迎就是有兴趣 或者是还在考虑的朋友们 加入我们的中州景观系 景观系欢迎的加入 好 我们非常谢谢 中州科技大学的介绍 接下来警戒要登场的是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是由国立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跟国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学在2018年2月1号的时候 他们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 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科技大学 那他们目前有工学院 电子学院 管理学院 财经学院 外学院 水圈学院 海洋工程学院 海事学院 海洋商务学院 商业智慧学院 跟原文社会学院 那目前这所学校是一所 融合了精产优质 创新创业 海洋科技三大特色 作为他们学校 发展主轴的一个科技大学 将大学深化为 除了深化原有的特色之外 他们发挥了整个资源 跟功能互合的一个中校 那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 营建工程系林建良主任 各位大家好 我们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那我们很荣幸被邀请说 来介绍我们学校的一个 很特色的营建工程系 那就是希望说我们通过 介绍我们的学校特色的 营建工程系 然后希望很多的海外写子 来我们学校就读 那我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 那个营建工程系的系主任 林建良老师 林建良教授这样子 然后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 然后请老师帮我们 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营建系系主任林建良 今天谢谢大家来访问营建系 那我在美国Penstay念书六年 拿到营建管理的博士 那今天很乐意回答各位 有关营建系的问题 也希望把营建系的特色 介绍给大家 谢谢 然后接下来就是 请主任帮我们进入课程的 一个跟系上的一个特色的 介绍 好谢谢苏经理 营建系的特色是 比较偏向土木的实作的范围 我们跟土木系很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比较偏向实作 那土木系比较偏向规划设计 那我们系上的课程呢 有两大部分 大学部的课程 我们有分营建工程组 和建筑工程组 就是希望说 我们不要有那么多的数学和力学 但是即使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数学和力学 我们毕业的学生也是可以考土木技师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之所以分两个组是因为 希望我们变成是土木技师和建筑师 工地之间的桥梁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当工地的高级工程师 工地主任和专案经理 所以我们系的课程是比较偏向实物的 这是我们未来发展和现在的特色 以上 那在进入课程之前 就是我们的那个系上详细简介之前 那请主任可以稍微跟我们解释一下说 我们读这个课系 未来的发展是会朝哪一个换线这样子 就是就业换线这样子 OK 还有我们必须要考什么证照之类的 OK 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毕业生 因为大四毕业之后 可以到投入营建工程的工地 担任这个初级的工程师 然后可以到最后可以担任高级的工程师 当工地主任 当然我们的学生也是可以考土木技师 但是我们最终希望是我们80%的学生 是当工地的骨干 当工地的工地主任和专案经理 那我请到我们的营建工程系的系主任 明建联老师 然后来为我们弦系的介绍 我们系成立于1995年 到现在已经26年 就是营建工程系 那我们有硕士班 结构组 管理组 大地组 建筑组 我们有四个专业的领域 在硕士的研究 和博士的研究 那后来我们在2007年 有成立建筑技术组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成为 土木技师和建筑师 与工地之间的桥梁 希望工地的作业可以更上轨道 那我们现在呢 总共大学部有将近500人 那还有硕士班 硕士在职专班和博士班 所以我们有各种丰富的学制 可以提供有兴趣的学生来就读 那我们的发展方向呢 是永续营建和永续的经营 那我们也有这个院级的 生态工程科技中心 还有先进工程的构造研究中心 那我们的师资呢 大部分都是美国跟日本的 毕业回来的老师 所以我们对这个国际的 这个知识的教授会很有帮助 也可以做英文的授课 那我们的大学部的教育目标 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我们是希望培养实物的人才 那我们硕士班呢 是希望培养研发的人才 那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大学部的毕业生 一毕业马上就可以投入工作 就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那我们的课程呢 如同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有营建工程组 和建筑工程组 那针对大学部呢 我们希望是有多一点的 实作的课程 实物的课程 实习的课程 那甚至我们这五年来 还有做益主的工程 到台湾的偏乡 为这个偏乡的学校 和地区来服务 那也让学生 有实作的这个经验 这是我们呢 营建工程组的课程的规划 我们就不在这边细数了 那请各位有空的时候 可以参阅 这是我们建筑工程组的 课程的规划 就如同刚刚讲的 我们希望建筑师到工地的时候 我们的毕业生 身为主要的工程师 可以听懂他在讲什么 可以好好的在工地 执行他的这个作业 那我们的实作课程呢 有好多 我们就不一一细数了 现在如同在这个画面之上 请各位参阅 那不好意思 主任我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上面有讲到说 营建工程系的违级婚 那再以我们的境外生来讲 有蛮多人都很担心 违级婚这一门科 因为怕会衔接不上 那主任我们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违级婚的内容 稍微跟同学讲一下 OK 那苏经理提到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问题 事实上违级婚是 所有工学院的科系的必修科目 所以这个我们实在是不容易改革 所以但是我们会要求我们的老师 尽量朝这个违级婚的应用 来教学 提升他们学习的兴趣 那有关我们课程的特色 因为刚刚苏经理提到这个 我们要介绍一下 我们大概是台湾国内 唯一一个学校 土木相关的系所 我们把工程数学和流体力学 当成选修的这个系所 因为我们认为 在实物的工作上面 学生没有马上需要 这些很理论的课程的需要 除非他要考技师 或持续高深做研究 他才有需要做这些课程 所以我们的课程改革 包括把我们刚刚讲的 工程数学和流体力学 变成选修 那就这个来讲 就是可以解决很多学生 很大的学习的问题 他只有在需要有兴趣的时候 他才需要去学习 好那这边我帮主任 这边做一个补充 因为我们工学院的维系婚 是必修的嘛 那我们其实学校有 那个开维系婚的辅导班 那我们有请那个助教 在就是写述这些境外生 他们可能在数学方面 会衔接补上 那通过我们这个维系婚的补习班 就是然后把他们就是衔接上去 那去年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有开过补习班 然后有很多的 就是维系婚的同学 都考得蛮高分的 都九十几分这样子 所以就是同学 不用担心这一门课 在我们的一件性来讲 算是可以很容易地衔接上去 对 是的我们希望 我们的课程是 学生只要花时间 他如果专心努力 就可以通过 不要让学生觉得 我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学到东西 没有办法通过 是的 谢谢书经理的补充 那我们也有食物专题的课程 我们食物专题就是在毕业的前一年 最后那一年 希望同学做一个整合的食物的 这个学习和课程 他可以到校外去休息 学习观察食物的工程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研究 那以总和整合 他四年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那经过这个食物专题之后 的这个综合的学习 他可以更容易找到业界 毕业之后找到业界的工作 那我们也有非常强调 我们的暑期实习和学期实习 如果学生有需要 那如果学生很有意愿 那我们都可以百分之百地辅导他 找到外面的厂商 食物的厂商 让他到外面去做实习的这个工作 那一边工作 也一边可以有很好的学习 这是我们很重点的这个学习的工作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提到 我们有益主的工程 我们一般说医师提供益诊 那营建系的学生呢 可以深入资源匮乏的偏乡 提供营建的专业服务 同时也让同学可以有综合的学习 我们从2016年开始 到今年2021年 我们在这个谢秉权老师的指导之下 我们去了台东的南回医院 帮忙盖了筹备处 然后也去了台南七谷的统间寮 盖了一个公寮 帮助他们做文化传承的寻根 然后我们也去高雄桃园的建山部落 然后今年我们去高雄茂林 帮他们盖了生态池 那每一年都有20到30位的学生 跟老师一起上山做食物的工作 这就是2016年南回医院的筹备处 我们这个老师跟学生一起工作的情形 那就是2017年我们到台南光复石小 那边是这个离盐田最近的一个小学 来传承帮他们来盖一个这个统间寮 事实上就是赛岩之后工人在里面休息的工寮 那做一个文化的传承 然后我们这几年到高雄的山上 我们18年和19年在高雄的桃园建山国小 帮他们做建山的书屋 跟他们做工程的教育 跟小朋友一起做工程的教育 我们希望山地的小朋友 也可以感染到我们这个工程和相关的教育 希望给他们启发他们在工程上面的兴趣 也帮他们盖了一个书屋 所以我们在照片上面的PPT上面的照片 这一个应该是左手边吧 右边 对这个是我们的同学盖的吗 对这是我们同学盖的 大学毕业师 对完全是他们自己从设计到新建 都是他们做的 事实上我们虽然在山上待一个月 可是事实上在到山上之前 我们整个学期都在做规划设计和探勘的工作 我们带学生到山上去做探勘 测量定位 然后学生到暑假就到山上去做开挖等等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张照片 我们学生爬到这个屋顶上面 去盖那个书屋 那事实上那个书屋是没有任何机具 我们每一个杆件都是学生自己画AutoCAD 自己砖孔 然后自己把它吊到上面去装起来的 没有用起重机 都是学生自己合作 把它吊建完成的 那这个我们这边也看到 学生在这个定模板和灌浆 我们在山上的时候 这个灌浆是用脸盆灌浆 一个脸盆这样灌起来 所以学生从里面可以学到 很扎实的很基本的工程的专业的知识 是 所以我们的同学其实 从基础的建设到那个规划 那技术上来讲都是从底层开始做到最后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学生的技术是可以兼得起考验的 是的 我们在这边因为他们动手自己做 从这个画AutoCAD 从规划设计到新建 他们都自己做 所以他们从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乐趣 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 那我们呢去年在这个茂林国中 是挖了一个生态池 那这是这个新建的过程 它完工的照片 那我们今年还要到多纳国小 继续做这个相关的义足的工程 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让学生 如果他有兴趣都非常欢迎他们来参加 这个义足的工程 实作的工程 那我们在义足的工程里面 针对台湾三地容易有灾害的状况 我们进入这个导入防灾的技术和防灾的教育 我们在照片上面可以看到 在建筑上面装置这个寝度 监测仪 看这个建筑物和边坡有没有滑动 如果大雨来的时候 这些仪器可以马上立刻连上WiFi 手机可以马上提早预警 那这些整套的这个教育和工程 也都是我们营建系的老师和学生 完全独立的这个去新建 去安装的 那我们营建系也有很多这个实验室 比如说有测量实验室 建筑环境实验室 那还有震态防治实验室等等 那特别是我们的震态防治实验室 我们里面是南部很少的 大型的结构试验的设备都在里面 我们可以做这个房屋的检证 隔阵的相关研究 超高层大楼的阻尼的设备 如果地震来了之后 可以做有效的预防 所以这是我们营建系 另外一个研究的特色 所以如果同学要做高深的研究 我们也是非常他欢迎 他留在营建系继续做高深的研究 我这边可能要问一下主任 因为台湾是比较会常常地震的 一个地方嘛 那所以说跟有别的其他 我们的其他国家的一个差别 那其实在这个地震上面的技术 其实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例如我们有可能跟日本有一些 学习上的研究啊互动啊这样 有 如同我们刚刚开始讲 我们老师大部分从美国跟日本学成归国了 所以我们跟日本的相关的防震的技术 也有很强的连结 事实上台湾的防震技术 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我们台湾是地震特别多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这个震害防治实验室 是高雄地区最好的这个震害防治实验室 所以我们的设备几乎是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 有关这个防震和避震 制震的相关的技术 那以上就是我对营建系基本的一些这个课程 和设备和师资的介绍 好 那谢谢主任刚刚为我们显示的介绍了 营建工程系的一个内容 我们现在就是除了我们的中文授课之外 我们还有英文授课 那我们营建系里面的老师 他们都是来自于国外的毕业的 他们在英文程度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英文授课 各位同学如果对我们营建系上面有特别专业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 可以写E-mail 我们上面有一个E-mail address 然后给大家欢迎就是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询问 那有关于你们要怎么样报名 那欢迎来国际处写E-mail给我 那我会再回答给大家 例如奖学金啊各方面的问题这样子 那现在目前我们其实巧生有在被在开放申请了 那上面我们的PPT上面有个QR Code 那欢迎学生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扫这个QR Code 来进入我们的系统里面去报名这样子 所以欢迎大家来就读我们的学校 高科大 好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谢谢主任 谢谢 谢谢苏经理 谢谢 欢迎到营建系来就读 谢谢 谢谢国立高雄科技大学的介绍 现在相信同学们对建筑与设计这个学情 学习的内容跟方向应该有一定的认识了 紧接下来亚洲登场的是黎明技术学院 黎明技术学院他们的学校坐落在新北市林口五谷的产业园区 旁边那在110年度的时候会将现有的工程 服务时尚创意观光餐旅跟演艺影视 这四大学群将会整并成为时尚生活 智慧工程演艺影视这三大学群 同时他们会配合现在的系科的专业的特色 大量的跟接轨现代的一些产业的需求 所需要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专业的设备 那目前学校日间部跟进修部 加起来大概有五千多个学生 也未来会延续培育具实作力 创新力就业力的时尚民生 产业的专业技术人才来为我们的教育 来共同努力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灵敏技术学院的张新成学群群长 来介绍 大家好 我是灵敏技术学院时尚创意学群张新成群长 今天学校呢 派出我们三人女子团体 来跟大家介绍灵敏技术学院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我用手边的是 我们学校的莫乔宁莫老师 大家好 左边呢是我们的张文玄张老师 大家好 那其实这两位老师呢 也都是我们学校非常优秀的毕业校团 等一下呢 我会请两位校团来跟大家做 所有的经验的分享 现在先让我来跟大家介绍灵敏技术学院 那我们可能请播报我们的讲道 谢谢 那现在呢 我们来开始进行介绍我们的灵敏技术学院 其实从香港澳门到台湾 整个航程大概两个小时以内 可以抵达台湾的国际机场 到了台湾之后 做台湾的机节 大约一个小时之内可以给达灵敏技术学院 所以同学们到灵敏技术学院做的在交通上是非常便利的 那灵敏技术学院呢 位在大台北地区的一个泰山区 就是我们在画面上左边圈起来的那个区域在泰山区 跟大家讲这个泰山区 大家可能呢比较没有概念 那我们来跟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是要附近非常著名的景观 第一个山景的outlet 台北地零一 富峰博物院 阳明山 相信这些地方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也非想要一看究竟的 那从灵敏技术学院呢 到这些地区有非常便捷的一个大众服务交通工具 那相关的交通工具呢 可以大家可以扫QR code去看交通路线 也可以到我们学校的官网去看所有的交通的路线 那这是我们学校的平面图 实际上创意学群呢 位在我们学校的A栋大楼以及B栋大楼 所以其实呢 在这边就读了两栋大楼的距离是非常的接近 同学们可以很互相的一些学习 那再来介绍我们学校的宿舍 我们介绍宿舍呢 都是在三年内改建的 每一间宿舍里面都有独立的位置 我们一学期是四个半月 我们只收取新台币七千五百块 那为了让同学们有一个便利的使用 所以其实我们宿舍内还有洗衣跟赛衣相关的设备 那里面进入学院总共有四个学群 演艺影视学群 工程服务学群 观光参与学群 以及我接下来为同学们介绍的时尚创意学群 好 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一下时尚创意学群 时尚创意学群呢 总共有四个系 化妆品应用系 服饰设计系 数位多媒体系 以及时尚经营管理系 来 首先我们来跟各位同学介绍的第一个系 化妆品应用系 应该每一个人呢 都会想要追求自己是美美的 帅帅的 所以呢 想要美想要帅 其实呢化妆品应用系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要怎么美怎么帅 那我的课程呢 大概有美容 美髮 彩妆 护肤 饰品 整体造型 当然还是会有化妆品颜料 跟精油的应用 以及化妆品的调制相关的课程 第二个系是服饰设计系 服饰设计系呢 主要发展 饰品跟服装的整合性设计 以及运动休闲服的服饰设计 其实呢 做一件衣服 一定要从布料创作开始 所以呢 我们的课程规划里面 有资品的一个设计 布料的染色 印花 服装的设计 制作 运动休闲服的版型应用 以及文创商品的设计 第三个系是数位多媒体系 数位多媒体系呢 主要发展数位艺术 互动多媒体以及电竞游戏 相关产业 课程呢 包含了数位设计 多媒体创作 数位语音 多媒体动画 游戏设计等媒体整合相关的一些运动课程 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系 时尚经营管理系 它主要发展了时尚创意企划 以及时尚经营行销 其实时尚经营管理系呢 其实是落实我们这个学区的一个整合性的教学目标 前电 后场 动作 贵马 所以其实呢 他们课程涵盖了品牌经营 数位行销 社群电商等虚实整合的行销课程 再来跟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学群的专业教室 这边第一个介绍彩妆 美髮 护肤 以及化妆品的效性评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专业教室 其实从这些教室 像彩妆教室其实就教同学们 一般日常彩妆 创意的彩妆 以及客校的彩妆 美髮呢 其实就是直接接轨业界 所以业界一般常唱的 烫 减 烂 或者是创意 艺术法型相关的课程都可以执行 那 妇妇呢 妇妇教室可能就是我们的精油的课程 媒体的课程都会在我们的妇妇教室 当然还有化妆品的 这个有效性皮肤相关的课程 下一个是我们的织品设计跟服装制作的一个专业教室 有很多人都有想要做服装设计师 那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服装其实从布料开始 所以要做服装之前要从布料的设计开始 所以我们要学习布料的设计 布料的不凡是织品 织物组织或者是蓝色印花 再来就会进入到服装设计和服装制作 那我们其实每一年都会办很多的成果展 那其实在成果展里面来教授同学 你们要怎么做一个时装秀 其实在学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就会知道我们要怎么策展 再来下一个是诸位过媒体的一个电竞教室 其实这几年非常多重的一个地图就是 我们电竞到底何时可以纳入奥利的电竞项目 这个是非常热门的意图 所以其实带动了我们电竞周边的产业 那我们有设计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电竞教室 其实我们在里面办了非常多的电竞的比赛 那除此之外电竞产业周边还有游戏设计 还有动画的制作 还有直播体 所以其实相关的课程 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电竞相关的教室都可以执行 再来是我们的精品的设计教室 我们精品的设计教室包含了代包 包含了鞋靴 包含了金工 这其实都是很特殊的一些努力 那代包的教室会教同学们 谈代包的造型 打板跟侦车成型 那鞋靴设计这是一个非常独特 应该没有几所学校有在教授同学们鞋靴设计 他从男鞋 女鞋 运动鞋 国肯鞋 高分鞋等等相关的课程都有 而且我们的设备是接管业界的一个自动化设备 所以其实我们都可以进行样品的开发 再来精工的设计教室 我们的精工主要针对的是配饰 就是我们人身上一般会用到配饰 不管是戒指 耳环 扭扣 项链 我们其实所有的设计都是以人为主发点 那因应现在最红的就是宅经济 还有当然也因为这两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其实数位行销跟跨境的电商现在是最热门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直播的行销 然后或者跨境电商相关的课程 最后我们还有设有一个O2O的营业中心 它是一个展览的场所 也是一个实体商店 它在落实我们这个学群前店后厂的一个概念 而且在上面可以做很多的商品的展示跟销售 那其实以上所有的专业教室 我们都是模拟业界的实体的一个工作环境 那学生在学期间可以熟悉业界的一个工作环境 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办了很多的校内外的活动 其中最知名其实在台湾如果北区有非常多的同学们 知道我们在办这个IPOC的竞赛 我们已经延续办6年的 从第一年的几百人到现在最近的已经超过5000人次参加 我们办了非常多跟美容服装精品 或者是一些多媒体计划相关的一个竞赛 也欢迎大家来参赛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学生的学习成果 这些学习成果都是在到去年底之前 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学生的学习的一些成果 我们学生参加新北的一个创意大赛 他的学生作品叫做缅甸之美 在这个比赛这个新北市政府办的 然后我们学生在这里得到了金奖 厂商特别奖以及最佳人去奖 再来我们的学生参加台湾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BVH 他是在现场实际进行服装的设计跟制作 我们学生在全国12所大学当中 红获第二年 而且在2020的台北时装设计大厂中 我们进行公开的走秀 其实再来我们来看 其实我们学生在鞋类相关设计竞赛 我们获奖无数 我们拿最近的 就是2020的国际鞋样的一个设计竞赛 我们同学荣获了流行女鞋主的冠军 其实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电竞 我们学校也有电竞设 我们学生在2020年参加了一个六都电竞的肩霸战 获得了冠军 我们时尚创意学群 每个系的特色都对准了一个就业的需求 那学生在求学期间我们接轨业界 然后在四年级的时候到业界实习 我们来落实过东学 让学生跟职场可以一共的接轨 那我们这边是我们时尚学组的介绍 接下来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入学奖学金 我们在2021年9月入学的同学们 我们一年级的新生住宿费全免 然后学长被全免 而且我们还有一万块的住学金 那也因应台湾的一个疫情的管制 我们那居家检疫加上核酸检测 加上自主电商管理 总共需要21到23天 总共的费用是5到7万 那我们为了学生可以安心就学 我们学校只让学生支付21,000元 其他所有的费用由我们林医基督学院来支付 那也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可能呢 可不可以回到我们原本的画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让我们学校的化妆服 应用系的优秀的杰柱校友们 来跟乔林老师以及文轩老师 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现在我们先请文轩老师可以开始 谢谢 大家好我是黎明技术学院的校友 然后我是张文轩 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我想在求学期间呢 黎明给我的非常全方位的学习 然后因为这里有很丰富的资源 然后有很棒的师资 所以对我的学习过程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那在求学阶段呢 学校也带着我去比赛 那很幸运的呢 我在泰国的比赛当中呢 获得了亚军 然后在韩国呢得到了冠军 所以我说这些都是因为学校 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电竞的一个基础 那毕业之后呢 我很积极在投入在我自己美容店的一个拓展 然后还有化妆品的一个开发 所以目前呢我有两家店 然后还有智商品牌的保养品 那其实我觉得学与之用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学校的学习 然后再结合到业界去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刚好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再回到学校来做教学 然后可以做传承 业界的一些资源 然后还有经验 然后带给我的学历妹们 那所以呢我常常鼓励学生说 就是好好的跟着学校的一个步调 然后是四年学习基础呢 我们可以从理论 然后还有实作 还有证照 还有实习 我想这样的一个奠定基础之下呢 毕业就是就业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觉得学校老师也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鼓励我进去进修 所以呢我继续在读了 就是我们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硕士 那毕业之后呢 也继续就是在学校在任教啊 然后还有参与一些国立社啊 同济会的公立团体 那带着学生呢 带着同学们一起参与公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应该讲 就学习之后要懂得怎么付出 然后获得之后要付出 所以呢我希望就是大家 欢迎大家来台湾 然后一起在黎明学习 然后一起来努力成长 谢谢各位 谢谢文贤老师 那接下来请财云老师 来跟同学们分享 大家好 我们来自立 我在2007年的时候 就读了黎明技术学院 那时候黎明技术学院才是 妆体系才是第四届 可是在师资啊跟设备上面 其实已经很完善了 所以我在赛校时间啊 经过老师的指导跟学校的知识 我那时候就参加了亚洲杯第四 三十六届在香港举办的亚洲杯大赛 我那时候荣获了晚宴的化妆组冠军 跟全场中冠军 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了之后 台湾的教育部呢颁发了我一个 季直之光的这个荣耀 我毕业之后呢 因为就是这个荣椒之后 我就直接在高中教学教了三年 这个三年的教学经验 加上季直光的这个奖上的话 让我直接在就是这三年后 就立刻就到大川院校去认教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在黎明技术学院的化妆品 内容器认教到七年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期间呢 就是非常感谢黎明技术学院 对我的栽培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来谢谢两位老师 那我们把货面还给了主持人 谢谢 好 谢谢大家精彩的介绍 现在所有的伙伴都请回到现场 我们接下来进入到Q&A的时间咯 接下来我们有几个同学 几个朋友 大家都有一些问题想要询问大家 等一下我们各位伙伴 学校我们每一个问题 一分钟的时间来做一个回答 好不好 第一个有这个友连达同学 在询问说土木系 需要一些设计的基础吗 以及我们的微积分 补习班的这个缴费的情形 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请 我们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来帮我们回答 有关这两个问题呢 这个土木系 我们是营件系 我们不需要设计的基础 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这个微积分的这个笔注教学 不用收费 完全免费 谢谢 好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我们胡同学 还有一个现场系同学在询问说 哎我这要准备一些作品集 那我的这些作品集应该怎么准备呢 我们请这个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来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好 上面呢我们每次都会碰到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 那实际上面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你对美学 以及对设计确实是有兴趣 那在作品集里面首先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自作嘛 制作里面呢把这个你的这个兴趣等等的 还有你的求学的历程 这个把他这个说明清楚 那至于呢 这个一般同学大概都会 他的画画啦 这个素描啦表现技法啦 甚至于呢 有摄影等等 作品等等 那这些呢 在我们 这边我们大部分都是当做是一个参考 因为你进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会很扎实的 再从头把这些 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 最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这个产品上面 然后那实际上面最后呢 我们是希望同学未来 在这个设计的路上 在产品设计的路上能够呢 有一个好的这个学习 最后有一个好的工作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的老郭同学 在学问说 我们原理系统要 有规定要制作专题 制作毕业才能够毕业 那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 请我们中文州科技大学来回答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作品这个毕业作品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认为 景观云狱这个作品 基本上一年级的基础学科以外 二年级基本上就会接触到专业实务的部分 跟实作的部分 所以毕业成果作品 这个部分应该是二三四年级 逐年每一学期你都有一些串联 跟连接一贯性的一个学习跟作品 那我们把它累积起来 到了四年级要毕业的时候 把所有的作品级串联组合之后 就可以变成你毕业的一个成果作品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在二三年级的时候 基本上就会去构思 你未来的这个学习 甚至未来就业的时候 要怎么样去把它做一个好的成果的呈现 所以毕业成果作品级这个部分 不要有些学校可能会认为说是 四年级再匆匆忙忙一年时间做完 那么在我们中州景观系 基本上我们是从二年级去 就会慢慢慢慢培育学生 把所有的成果作品都把它汇整出来 到四年级的毕业的学年度 把它一起全部呈现上来 以上跟同学做说明 谢谢 好 谢谢我们中州科技大学的回答 有一位王同学在询问说 我要申请黎明化妆品系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吗 我们来请黎明技术学院回答 你好 其实我们黎明的专谱系 其实同学们是有兴趣最重要 其实我们历年入学的学生 其实有些同学是有基础 有些同学是没有基础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授课上 其实就已经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所以其实同学们到专谱系 就也不用担心说我有基础 或者是我要准备什么基础 其实我们在这一块 我们有非常多年的经验 然后我会帮同学人做好 一个非常好的课程规划 谢谢 我们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时间差不多 最后有一个问题 我们让Alan的同学询问说 他是学士毕业多年了 从事行政的工作 但是对建筑有兴趣 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进修的途径呢 我们是不是请国际高雄科技大学 来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他可以直接简步履历来报考就可以 那这个如果要学建筑的话 如果是专门学建筑的话 他可能需要去考个建筑系 那我们的营建工程系 是比较偏向建筑师与工地之间的桥梁 所以我们也是会有这个力学 和基本数学的课程 不完全是这个建筑设计的课程 以上会讲 各位伙伴 大家在这边为我们同学精心准备 很丰富精彩的内容 那同学有非常多的留言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欢迎同学 今天这个讲座不是结束 而是开始 我们在台湾等待大家 台湾见哦 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交易是打开未来的钥匙 台湾是成就梦想的原地 用手指 你就可以走遍台湾各个大学 千万不要错过 掌心中的交易党